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是Emil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呢,是我在红月圆一家黑五大醋都买了哪些东西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们对红月并不陌生 如果大家在网上买过花花草草的话,可能多多少少也都听说过红月吧 他们现在在网上卖的也不错,好像铁线联和月季啊什么的是他们的主打产品 但是其实我想说红月圆一家是我们江浙户这边还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连锁的花园中心 他们是有线下门店的,他们每年11月底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这个黑五大醋 然后全场商品都是五折,不过我在录视频的现在呢是还没有到黑五的 黑五是要从这周五开始,然后到周日结束 他们今年是有一个提前预定的环节 也就是如果你买到买两千,然后折后买一千的话 就可以提前去店里把想买的东西先订下来 然后等到黑五当天就可以去提货了 所以说我现在是只付了款,还没有拿到货 我要等到黑五那一天,我再把我买的东西都拿回来之后 然后我再来给大家录我这次具体都买了哪些东西 请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哈喽哈喽,我回来了 其实今天已经是11月24号星期六了 红月他们的黑五大醋是从昨天就开始了 我也是昨天就去店里把我买的东西都已经拿回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废话少说就来看一下 这次我在红月圆一家黑五大醋都买了哪些东西吧 我第一个想跟大家介绍的呢 是我这次买的两颗蓝莓的苗 一颗是这个十升盆的一个珠宝 这颗原价是199 黑五的时候是88一颗 我觉得这颗很划算了 然后我选的时候也选的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树形 听说呢就是这个珠宝的这个品种是一个比较风产的一个蓝莓品种 我希望就是能多吃到一些果子吧 那么第二颗呢是这个奥尼尔 我比较喜欢这个品种的原因是因为它秋天会有一个红叶的效果 然后这样在花园里面就会比较抢眼也好看 但是我这颗苗好像挑的有点失败 拿回来之后呢发现这两个枝条是交叉的 然后下面已经磨的有一点点那个伤痕了 我就拿这个一个干洗手的一个比较软的一个瓶子 把它先隔开了 然后我在想等我种下去之后 再想办法把它牵引开吧 其实这种交叉的枝条对这个树的发育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那个它磨了之后会有一些那个伤口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容易生病 蓝莓的话最好是建议多养几颗放在一起 因为蓝莓其实是不太容易自花受粉的 当然有一些可能品种自花受粉的成功率比其他品种要高 但是一般来讲建议蓝莓要多养几颗放在一起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你看两加轮的一个奥尼尔 黑五的时候这一颗才40块钱 是很划算了 其实如果小伙伴们对红月比较熟悉的话 其实双十一啊或者黑五啊 其实是买肥啊买土啊买盆啊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其实这些树苗呢 其实它原价也不会说特别贵了 当然这个珠宝这个品种原价是要贵一点 一百九十九一颗但这个奥尼尔这个两加轮呢 原价也才80吧 所以其实一般来讲到了黑五的时候 大家其实往家里搬的最多的就是土啊 然后还有一些肥啊什么的 但是我这次呢还又买了这个两提这个脚紧 这个脚紧呢大家看就是这个包装是非常的好看 然后我当时选呢就是尽量的选是紫色的花吧 因为我比较喜欢紫色的那个花 我的花园呢也是偏紫色系的 脚紧的好处就是在于冬天它可以一直开嘛 冬天在即使在江州户这边能在外面一直开花的植物 现在可能也不是说特别多 然后脚紧的开花性也比较好 然后它耐寒性是非常好的 所以就入了两提 到时候在花园里种的时候我会再拍一个视频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打算把这个脚紧栽在我的花园的哪里 我想说一下这个脚紧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的 就是它一提不是一个 这应该是个9厘米的一个盆 这个一提是6盆 然后折后的话一提才12块4毛5 也就是这个一个才2块钱 这个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我这次买了树苗还有这个种苗我就已经都讲完了 接下来就是一些工具类的东西 一个是我买了一个这个皮手套吧 这个上面是叫这个月季房刺原液互币长手套 然后你看这个有多长 就如果戴上去之后应该是这边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防护了 如果大家小伙伴们也种月季的话 应该知道就是在花园里会经常可能会被月季的刺给刺倒 然后它这个其实它是皮质的 它应该是一个全皮的一个材质 那么我觉得在里面如果再套一个自己的一个小的圆影手套的话 应该给月季换盆啊做牵引啊什么的应该就都没有问题了 我的花园里面还种了一颗黑莓 那颗黑莓也是带刺的 可能以后给黑莓做牵引啊 或者说是摘果子的时候这个应该都能用得到 然后这个原价是 这个原价是55 然后打完折就是只要27块5 这个是全皮的 我买了四个爱好的这个 这应该是24厘米口径的这个盆 这个盆我很喜欢 其实有的时候 因为我的花园是非常小的 然后是在一个露台上面 虽然说淘土盆是很好看 但是它重量太重 也不太好把那些花盆都放在一起 它那个变形性很低嘛 但是这个花盆它是软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可以几个花盆 塞在一起 然后它会稍微有一点变形 我发现就是说 它即使在一个位置放久了以后 它变了形状了 然后你把它拿出来之后 没有多久呢 它可能又恢复了这个形状 如果大家接下来看我做的一些其他视频的话呢 应该就会发现我其实是非常喜欢这个盆子 一个是它非常轻 然后但是它的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这个下面是没有就是一个就是凸起的 如果你把土直接放到这个底下的话 那么植物的根线还是有可能有一些会烂根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用这个盆 如果说是种铁线莲或者越界什么的 一定要注意把这个盆底用陶粒铺一层 然后这个是24厘米口径的盆嘛 它上面写的容量是6升吧 对容量是6.5升 然后这个确实也是比较大的一个 原价应该是25一个 原价是25一个 然后折后就是12块5 这个真的是相当划算 而且他们家经常我去了发现 不是所有口径的这个盆都有 然后我经常是去了就发现有 我就会带一些回来 因为这个它在每个口径不一样的话 你方便根据植物的大小来调整他们的盆子嘛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买了一把这个爱丽丝 ABS的一个剪刀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这个剪刀 我买的是有一点那个不开心的 因为它在货架上面其实写的已经是它的那个优惠价格 然后我以为是在这个优惠价格上再继续打五折 然后我就拿了 后来发现其实它就只是货架上的那个价格 然后这把剪刀它好像是90块钱一把 所以我买了 觉得这个稍微有点买残了吧 但是我打开试过一次就是这个剪刀 这个剪刀应该是相当的锋裂 然后它还带一个这个盖子 原意用的剪刀很多都没有这个盖子 是叫爱丽丝 其实我家里是有这个一把爱丽丝的一个剪枝 用的那个那种剪刀 就是那种是可以用来修剪月迹呀 就比较硬一点的那个枝条 但是我之所以想买一个剪刀呢 是因为我发现那个剪刀如果是用来剪一些比较软的枝条 其实是不好用的 软的枝条最好还是用这种比较锋利的 然后可以 就这个很快的就把这些个你想修整的一些形状啊 把它修出来 虽然说价格上不是我想要的一个价格吧 但是它的质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肥料吧 其实这一次我没有买太多的肥料 因为家里我总是囤嘛 然后囤了我现在觉得家里的肥料有点用不完了 但是我去店里就看到有这个微生物军剂的一个花肥 我买的这个是月季专用的 因为我也经常上网看一些博主啊 他们就在介绍就是说 其实月季呢是很需要这种微生物的 包括看猛书每次种月季的时候 他也会弄一些那个有益菌啊 或者说是微生物吧 然后帮助那个月季来缓苗 然后来帮助它的那个根系来生长 虽然说我是几乎都是容器苗 因为我是在那个露台上面嘛 所以我不是递呆的月季 我可能更需要一些这个微生物的一些个帮助 对这个原价一个是30块 然后就是折后是15嘛 然后它就380克很多的 除了我月季可能会用这个的话 我可能其他的树苗啊 还有一些果苗啊也会用这个 嗯它是有好多种不同品种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包装可能比较好看 所以我就都买了这一个品种的 然后再就是我买了一个这个 嗯这个这个美乐科的这个控室 呃控室营养力 其实就是缓湿肥 呃因为我我我比较懒 然后呃如果说是液肥啊 然后那种每一每一周要去湿的 我其实就会经常忘记 然后呃有了这个之后 我就可能会放心一点 然后就先把这个把它撒在土面嘛 然后它也是呃你浇水的时候 那个营养才会下去 所以说也不不太害怕说你手太重 放的太多或者怎么样 嗯当然了我还是会配合就是一些有机肥啊 或者说一些页面肥啊 然后来来一起来共同使用吧 这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是就是一个比较安心的一个存在吧